这个男孩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变态 在他八岁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自己没有幽默感 父亲在讲着尴尬的冷笑话 但他总想着照父亲脸上给他一拳 在他九岁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手放入滚烫的油渣锅中 只是为了试试温度 他叫詹姆斯 这天他坐在学校的图书馆 这是个观察和挑选的好地方 因为他有个变态的计划 想杀一个大典的东西 这时他遇见了一个特别的女孩 而他们的认识是这样开始 爱你 你以为詹姆斯是想和他交朋友吗 不是的 他只是觉得杀掉他应该挺有趣的 女孩名叫爱丽莎 是这个学期刚转来的新生 他从八岁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他跟着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 但他的继父是个十足的猥琐青年 总喜欢趁母亲不在的时候侮辱他 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毫无留念 他觉得也许和詹姆斯在一起 才能够将他解救 你等着我 所以我估计要跟她在爱丽莎 放学后 詹姆斯便主动提出要和爱丽莎约会 他将爱丽莎带到了自己家里 爱丽莎一直在想着如何与詹姆斯增进感情 而詹姆斯一直在找机会杀掉他 詹姆斯的父亲见到爱丽莎来到家里非常开心 因为他一直认为儿子是个同性恋 可能我可以 两人约好 明天11点见面 爱丽莎如鱼而止 她不断找话题为了和詹姆斯促进感情 而詹姆斯却在考虑 以哪种方式杀掉他会更有趣 詹姆斯刚想拿出沙发后的尾首 爱丽莎便提出 要和詹姆斯一起离开这个讨厌的小镇 他说既然我们都讨厌这里 不如开着你父亲的车一起逃离 詹姆斯想了想 觉得自己也不着急杀他 便答应了爱丽莎 一起离开这个小镇 两人走出门外 詹姆斯看见自己的父亲 上去就是一拳 就这样两人开着车 顺利地逃离了小镇 而詹姆斯的计划 才刚刚开始